哈嘍 大家好 我是葛儒均寶博士科技立委 今天又來到新立院新觀點啦 請大家記得分享本集直播給各路好朋友 今天的寶博士是真的 這個又要來跟大家聊聊啦 哈嘍Frank 嗨大家有聽到聲音嗎 有聽到的可以回個留言 這個哇我們每個禮拜 接下來就有機會定期的來跟大家聊聊啦 這個William有說請問 星期是固定換寶博士了嗎 誒沒錯 接下來呢我們有機會 就在新立院新觀點 我們有這個寶博士的固定時間 也謝謝大家之前呢給寶博 這個有機會來跟大家連結啦 把我的觀點齁不管是阿宅的觀點 還是科技立委的觀點 來帶給大家跟大家交流 謝謝葉芳有聽到 謝謝AOI SHARP SS 有留言 感謝喔 哇我們的人數往上衝了 太讚了 我們今天會講什麼呢 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今天呢我們會講一下 國內外發生的各大重要的事 那當然第一大重要 一定要來講一下我穿威武啦 或他穿啦 到底川普是屬於我們的好朋友 還是我們應該要來好好研究的 這個 這個比較微妙的對象呢 這個待會我們也會聊一下 也就是近期美國總統選舉 遇到的各種這個傳奇的狀態啦 包含有這個 Attempt Assassinate 這個意圖刺殺 還包含這個 提名了39歲的Vance 來當做他的副手 這都是我們在過去的選舉當中 非常少看到的 所以這一次的美國選舉 不只影響全世界的局勢 還會影響到台灣 包含這兩天大家開始講 川普呢 在一個專訪當中有提到 在未來如果他選上了以後 要讓台灣付錢啦 要讓台灣付錢啦 那我們到底怎麼看這個想法 我們待會來跟大家分享 那當然呢 我們也一定要提到的就是 今天是7月這個18號 7月18號 是我們算是會期結束之後 這個可能第二天還第三天啦 那我們總算呢 一個漫長的寶博士作為科技立委 這個或者立院菜鳥 的第一個會期 順利結束 我們交出了非常優異的成績單 有55項的這個各式的法條 或法案的新增或修改被通過了 其中有非常多是民生法案 所以待會呢 會來跟大家聊一下 那當然呢 最後如果我們還有時間的話 就跟大家來談談心啦 就是說這個寶博士 作為這個阿宅 進到這個傳奇的這個政治 還有替各位服務的世界 我的心情心得跟想法 好 來看一下 哇我們的這個 謝謝大家的支持喔 這個Blaze Gamer 這個寫了一個A 然後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是叫我多講一點 還是說不可以A錢的意思 這個不可以A錢 叫那個這個 各個有檔好不好 要Behave Behave 不要亂A錢 那榮智有揮手 這個 這個感謝喔 哈囉 Blaze Gamer有說 Nice 然後這個D Amigo 放暑假了 對我們 但老實說 我們這個 國會議員啊 中間修會的期間呢 老實說 很可能還比沒有修會還更忙 都很忙 因為我們也要開始準備下個會期的一些法案 那像我自己啊 我們辦公室在推科技的法案嘛 那前幾天 國科會的AI基本法的草案 總算生出來啦 所以我們的同仁呢 現在哇 忙成一團 都在做各種的延期跟準備 那也包含也有很多區域的立委 哇要趕快回去了解選區需要的資源 需要的這個照顧 那下個會期是預算會期 怎麼樣能夠通過預算的編排 讓我們台灣可以發展的更好 也讓地方可以發展的更好 所以呢 其實大家都很忙啦 那我相信 除了這個 剛考完大考的學生以外 可能其他放假的同學也蠻辛苦的 要準備進入新的學期 那至於我們的全體勞工啊 我們的各個或者是自己有做事業的老闆啊 那我想可能沒有暑假可言啊 每天都在打拼啊 所以我們國會議員也向大家學習啊 我們每天都在打拼啊 所以這個李立呢說讚讚讚啊 新北人說這個進來麻煩按沒錯按讚啊 然後訂閱啊 然後加分享出去啊 那有助聲量推播拜託大家 拜託拜託齁 因為寶博是從今天7月18號開始 就要在我們心理院新關聯的頻道 要定期回來啦齁 要定期的來跟大家交流齁 好不好 所以拜託好拜託 請大家多多的按讚訂閱齁小鈴鐺分享齁 好 那William有說寶博會出國玩嗎 不敢想齁 但是昨天主席有宣布了齁 我們的朱立倫主席呢有宣布了 在中常會的時候有宣布呢 我們會有這個官選團齁 也就是美國總統選舉的官選團 那第一團現在已經在美國囉齁 是官選這個共和黨的黨代表大會齁 在Milwaukee齁這個密爾瓦基齁 那一共有我們的這個祕書長齁 還有我們的這個副祕書長齁 這個江副祕齁 然後我們有這個林濤 桃園市的議員林濤 我們也有青年團的羅雍聖 我們還有這個這個另外的這個青年朋友齁 一起都去了齁 然後非常非常的收獲非常的多 用肉眼可以看到齁 這個在這個共和黨代表大會齁 舞台上齁 川普包扎著耳朵齁 走出來齁 這個民眾喧嘩的那個畫面齁 那我想真的是很難得齁 所以他們第一團已經去了 那為什麼我要講這個呢 齁齁 因為我可能會去第二團 第二團呢就是民主黨的 也就是拜登陣營的這個黨代表大會 會在芝加哥舉辦 大概在8月20幾號的前後 那我們也會有官選團 那各個政黨理論上都應該會派人去齁 那但是當然啦 我們有一些人在討論說 欸那個時間點會不會 可能還會要加開會議等等齁 這個目前還不確定 那我相希望啦齁 有機會保博士可以出國啊 那就不是玩齁 那是去學習跟交流 去做國會外交 做民主外交 好不好齁 那有人說很讚齁 非常感謝在野黨立委的努力 都看到了 謝謝謝謝謝謝 齁那有人說 這個在花博有陳籃 沒錯齁 我的臉書上待會會提到啦齁 就是我們在KMT Studio 也就是我們國民黨的這個青年陣線 齁我們會在這個今天到接下來的三天呢 會在花博增宴館 有一個這個欸國際教育創新大展 我們其中有一個攤位齁 齁那來跟青年朋友來做更多的連結齁齁 融合青年 讓我們可以一起改革 然後把台灣帶到更好的地方 好啦 然後這個有人說去民主黨應該派魏環去看看病情齁齁 對欸我們這一次在野黨的也是國會目前的相對多數齁齁的這個政黨的立法委員裡面 很好的 engineering 好有非常多醫生 確實啦齁如果我們有醫生去的話可以幫他看一下 聽說他那個耳朵齁齁是掉了一塊 聽說那個重建齁要花不少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聊一聊川普的耳朵吧 就是這一次呢 我是在早上八點多的時候看到這個消息的 那已經算晚了一個多小時了 台灣時間 那那個時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他這個子彈 一時之間有很多的說法 有人說是擊中了這個字幕機 那那個玻璃飛出來 但是目前為止看起來大部分的說法呢 已經回到就是說是子彈 子彈直接的掠過他的這個耳朵 那所以呢有一些人呢 說他那個耳朵啊 可能有掉一塊 之後可能那個腳要補起來 不然他可能會變成像那個 那個有一些動物 結紮還是什麼 他可能會剪掉一腳 那我想這個我穿威武啦 這個川普作為美國總統候選人 加上有可能也有機會入主 再次入主白宮啊 這掉一腳不是很怪嗎 這可能要 要縫合喔 或者要補啊 要做再造 聽說不太 不太 沒那麼簡單 聽說沒那麼簡單 但是 這個台灣 我們在過去的選舉呢 也可以說是領先全世界啦 這種所謂的子彈可能影響選舉的事件 台灣也發生過嘛 那當然都是很不幸的啦 沒有人希望有這種暴力的情況發生 我們一律一律譴責齁 但是呢 其實當時台灣就有一些說法嘛 說欸這個有點可疑啊 那個有點可疑啊 其實美國現在也是有齁 像有人就是在分析說 耳朵的這個區域理論上齁 血管沒有那麼密 甚至是幾乎沒有齁 所以理論上那個子彈 如果穿過這裡齁 我們這不是陰謀論宣傳 我只是在講我看到 那個有些人在討論民主黨 或類民主黨的人 就在討論說 欸這個穿過去理論上 血不會那麼多啊 齁等等等等 或者呢也有人說 欸這個 這個看台上有一個人很奇怪齁 從頭到尾處變不驚齁 川普已經蹲下來了齁 這個第一時間 他竟然不是害怕有流彈會受傷 他竟然還拿起這個攝影機在拍照齁 所以這個也是眾說紛紜啦齁 但是還是要再次譴責 譴責這個選舉暴力齁 那有人說 請問故宮是要去捷克參展嗎 沒錯 欸我們好像接下來會有一些國寶 據說應該有包含翠玉白菜 因為我們台節 有很多的文化跟科技的交流 我們友誼不錯啦 他們之前國會議員來 還有在那個我們的國會殿堂 擺出這個fighting齁 齁的這個姿勢齁 那所以沒錯齁 據說故宮會有文物到捷克去展覽齁 捷克齁 不吉阿水啦齁 我是個蜜月的時候 也小小短暫做了一點停留齁 那有人說對他的財力依美只是小問題 我也是這麼認為齁 有人說寶博士分析就是讚 齁這不敢當不敢當 有人說耳朵包起來就是耳包 齁那這個齁這個對啦齁齁 就耳朵確實有包起來齁 現在是這樣啊包滿大的齁就一片這樣齁 那有人說寶博士今天幽默風去國安放暑假 對待會我們會談嚴肅的議題齁 看我們這個賴清德總統 又要來怎麼 哎怎麼搞我們的台灣的政治齁 那大家記得按讚分享訂閱沒錯齁 那不用因羅論直接揚謀齁 之前新聞說2025故宮百年 要把翠比白菜拿去捷克參展 對啊但是老實說我是文化教育文化文會的齁 一定要提醒故宮要小心一點齁 前陣子齁這個有破一些 破掉一些東西齁 這一次還不是在院區要去其他地方 哇那肯定更加要小心齁 有人說川普真的變那個Pokemon啊 對啦寶可夢的貓又探長齁 沒錯川普穩了 故宮參展寶物會不會被掉包 對啊之前故宮有停電10分鐘齁 這個因為施工很奇怪啊 那個事件大家也沒有好好討論對不對 奇怪為什麼他的這個溫濕度控溫控濕 有這個這個備用電源 為什麼燈光沒有了齁 這個那你警報器有沒有 會不會其實有一些寶物呢有一些風險 這個很奇怪大家就沒在討論 有人說有一些稱讚我就不念出來了齁 但是還是很謝謝啦齁 這個有人說寶伯不吉阿 好那我們繼續來講啦齁 就是說川普這一顆這個被畫過耳朵的子彈 到底會對世界造成什麼影響 對台灣會不會有影響我們就來看齁 這一次呢齁這個真的是有一點微妙齁 因為之前的選舉狀況是五五波啦齁 這個民主黨也就是拜登政府呢 四五次喔多次這個名獎說要保衛台灣 保護台海的和平 這個是民主黨跟拜登的執政底下 相對相對是比較名獎的 但是呢共和黨也就是川普的這個陣營呢 欸相對的呢怎麼樣比較動態比較動態 那這一次有幾個跡象呢老實說台灣接下來也要接球了啦齁 就假設真的川普當選第一個 第一個是什麼呢 是共和黨的黨章裡面呢拿掉了明文說要保護台灣的部分齁 明文就把它拿掉了齁 移除了以前的好像還有齁 那現在拿掉了 第二個 川普在這個接受訪問的時候齁 他用了一個有點強烈的說法 說什麼呢說台灣呢搶走了晶片製造的生意 而且說這個生意 make them rich 就是讓台灣變得不加有錢啦齁 有錢齁那這個錢應該是美國的齁 所以呢他說呢 美國呢透過政治透過語言透過軍事齁 直接或間接的來保障台海的和平才讓我們有這幾十年的時間 可以安穩的發展我們的晶片製造的生意 他說我們都沒有付他這個保護費 他說都沒有付他這個協防的費用啦齁 那現在呢他有一個這個新的說法出來 那老實說呢也算是有一點吻合之前有一些人講說 這個川普如果當選的話會把台海的和平變成某一種商品齁 那老實說啦我們這個這次國會外交嘛 我們非常多委員呢也跟像美國的國會議員參議員齁 還有包含這個駐台的一些相關的代表 我們都有一些交流啦 我們不想要去污名化或者是過度的猜測 未來的美國政府對於台海的保障 是不是會有這種極端的變化或調整 但是我們也真的是必須要關注 就是未來會不會新的政府 因應新的情勢的轉變 會把過去必然而然而且也應然的保護台灣的這種策略 會不會做一些改變 但老實說啦 我們這個弊黨呢 我害我身邊的一些朋友呢 有一些人也是正向看待的 就說好啊 你老川你說這個台海和平要付錢 有些人說好啊那講清楚啊 要付多少錢啊 要付錢我們就付給你啊 你不要買賣東西最怕什麼 no price 對不對 你看像之前有人講一些餐廳 對不對 有人說是三千 有人說五千 有人說八千 沒有牌價 所以呢 他今天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來跟你拿多一點 心情好的時候就跟你收少一點 反而會讓台這個大家好怎麼樣 黃黃不安 然後呢 這還可能造成什麼呢 明明對方沒有收錢 台灣呢 有可能舉有一些人舉著抗中保台 的這種這種風險論啦 或者說 欸美國要防衛我們啊 我們應該要投入什麼資源 變成如果那個牌價沒有出來 大家就亂喊價 亂喊價的結果是什麼 就有可能呢 有人 居中 不小心 假裝 美國或其他國家要收多少錢 這個錢去了哪裡 結果可能不明不白 所以啦也有一種說法啦 就是說 商人 或商人總統 有 有他不好的地方或風險 也有可能 但是有他好的地方 就是 Name 就是Name 就是喊個價嘛 喊個價啊 我們台灣 我們這個半導體 我們也挺賺錢的啊 對吧 只要我們還付得起 我們就付嘛 我們就付嘛 那我們付 你給我們更好的武器 你給我們更好的保障 你跟我們有更好的交流 你甚至支持我們加入這些國際組織 你就Name a price 我最近還看到一本書啦 就是說 曾經在拜登上一屆選舉 就選輸的那一次 那有人說勸他退選 那 這個 這個 川普的個性呢 就是說 什麼東西都有一個價碼 甚至有人還問到了 要他退選要多少錢 那一本書 八月會在台灣上 那這個書裡面說呢 當時大家問到的 要川普退選的 代價是五十億美金 五十億美金 大概是一千五百億台幣 一千五百億台幣 是不是覺得這個世界很微妙呢 什麼都有一個price 什麼都有一個價格啦 什麼都有一個價格 所以現在傳出說 拜登要跟台海和平收和平稅 要收這個代價稅 好像也不意外 像他現在也有人在講啊 他現在在辯論裡面也講啊 保護烏克蘭 這個我們要花很多錢啊 或者他說北約 這個我們也要花很多錢啊 這個作為商人總統啊 他就很多錢錢錢 那有一說啦 就是說他可能會用比較交易的角度 來看待台海和平 那也有一說呢 就是說 這也沒什麼不好 對不對 有一個價位嘛 不要讓人有人說中間呢 上下起手 對不對 錢去哪裡的不知道 是不是 有人說威廉就講了嗎 就是說多少錢啊 講清楚嘛 對不對 他說免費的最貴 啊沒錯 那這個有人說 這個台灣站在中美戰略的第一線 最危險 哈哈 對有人說美國應該要付錢給我們 欸對啊 但他有個意思啦 就是說 欸我給你經濟啊 我給你晶片的生意啊 這已經是付錢了啊 所以這個 要跟川普談判啊 需要聰明的政府 需要聰明的政府 啊而且要需要什麼 談判最重要什麼 需要信任 沒有信任怎麼談判啊 那我們現在看我們的這個賴總統 他拿到美國的信任了嗎 啊 大家回過頭去看一下 回過頭去看一下 這個我們賴總統就職前後 哇那個 什麼AIT啦 什麼眾議員啊 參議員啊 州政府啦 美國的各種人在穿針引線來台灣的頻繁的程度 可以說是前所未見啊 可是這個已經有一個副總統蕭美琴在這邊了 看起來有一個說法喔說 美國老大哥不是很放心 嗯 結果520就職典禮的時候發生什麼事呢 他說出來的這個中文稿件 聽說聽說 有一點點沒有完全如美方預期喔 接下來還有什麼狀況呢 是美國方面放在白宮的英文的這個所謂的發言稿 跟台灣這邊的發言稿不一樣 美國的版本在英文上面有標註 類似一中原則這樣子的一個文字 到了我們的總統府自己發的這個英文的這個版本 是理論上應該是要講好要一字嘛 欸結果呢 竟然就修改了 據說就修改了美國的版本拿掉了 這個概念拿掉了這個一中原則 美國說他要維持一中原則的這個概念 就把把這個去移除了 欸 這是不是就有可能會影響信任問題啊 喔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啦 商人總統如果當選也許也沒有不好 但是呢 這對台灣也是個挑戰 我們要有足夠智慧的人去居中去談判 居中談判 如果是一個沒辦法取得信任 沒有辦法這個跟大家和平共處 從上任以來到現在兩個月 每天都在鬥 他現在是對內鬥對外鬥 欸會不會哪一天他也在跟美國老大哥鬥 那就不得了囉 所以我想這個大家持續關注啦 持續關注 好啦 我們一樣喔 要記得按讚分享喔 我們今天的這個議題喔 還沒進來 這個最白熱化的部分啦 就是說 我們立法院 除了通過了這個這個民生法案以外 我們也正式由這個立院發文邀請 邀請這個賴總統來進行國情報告 結果呢我們的賴總統 總統府行政院的說法是什麼呢 卓龍泰行政院長說 不能要求總統違憲 欸這很奇怪啊 憲法法庭解釋根本還沒出來啊 連暫停處分都還沒決定呢 就怎麼樣 時空旅人未審先判嗎 然後呢總統府呢 好像也有表示說什麼 說這個 這個不可以不應該在還沒審判出來之前 也就是所謂的違憲 憲法法庭決斷出來之前 不應該 不應該來 這到底在講什麼呢 為什麼這件事情不合 這個說法不合邏輯為什麼 這樣子齁 我們在有些朋友就在講 欸 那我們要不要乾脆針對稅法 我們針對稅法 也就是大家每年5月要繳稅嘛 對不對 我們根據這個稅法 我們來提請釋憲 這裡面有一些這個違反人權 不夠人道不夠合理 我們提出釋憲 然後呢只要釋憲還沒出來 我們就不要繳稅了 可以這樣嗎 可以這樣嗎 齁 這真的是齁 完全是違反邏輯的一個做法 齁 以後我們不想做的事 欸我們就都來申請釋憲 然後呢 只要釋憲結果還沒出來 我們就都不用做這件事 欸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齁 那那那那真的很奇怪啦 那真的很奇怪啦 齁 那那我們如果說 欸我們這個總統職權 欸我們上次有提到嘛 成立了一大堆委員會 這個成立這些委員會 有可能也有違憲的疑慮啊 也有扩權的疑慮啊 欸那我們就提醒釋憲啊 那你是不是總統你就休假了 你不要當總統啦 因為釋憲還沒結束嘛 你是不是不要行使職權啦 可以這樣子講嗎 可以這樣子講嗎 齁 所以啦我想齁 甚至齁 針對這個視線案 我們賴總統 竟然 竟然 還這個一個笑臉啊 講出一句毛骨悚然的話 讓別人讓我齁 毛骨悚然的話 說齁 如果齁怎麼樣怎麼樣齁 啊青鳥就會飛出來 齁青鳥就會飛出來 欸這怎麼樣 這是你是指揮家嗎 你是這個什麼 羊鳥達人嗎 齁 你是什麼 這個青鳥的主人嗎 青鳥有想要你當主人嗎 青鳥有想要主人嗎 青鳥不是應該最崇尚民主 自由跟自覺跟自律的嗎 怎麼就這樣子被指揮了呢 齁 你作為這個台灣每次都拿著民主大旗的這個執政黨 你都說自由的價值要守護 齁 你怎麼就這樣子做了呢 哇 這個謝謝我們我們的規則就是只要有斗內 我們第一時間要唸出來好不好 這個Derek Skins 謝謝你的贊助 謝謝你的支持 不知道寶博是有無聽說 最近有部拍攝中 預計今年十一月殺青的台劇叫 0日攻擊Zero Day 講的是預想兩岸發生戰爭倒數7日 第0日之間 社會上各種層面發生的故事 我不清楚這部劇集有無找公資金投入 但我隱隱覺得這種黑熊風格十足的劇 以及殺青 即可能上檔的時間來看 該不會跟縣市長以及議員選舉有關吧 這個我用這個平板的帳號給你按個讚 我是很難去做意測啦 但是我覺得讓人有聯想 如果他這個時間安排 我們這個9月 有可能就是我們要這個基隆的選民 要走上街頭去投下反對罷免那一票的時間 明年也有可能會有這個所謂的大罷免潮 因為我們的這個執政黨的總統 有這個鬥爭的個性 那他們的各種所謂的號稱民主的街頭運動 好像在討論政策 但實際上都在讓大家貼貼紙談罷免 那這個有沒有可能這個上映的時間 就會逼近這種所謂的要讓民眾表態 這個我們會來持續關注啦 確實你說這個聚集有沒有這種這個黑熊風格 老實說有一點齁 這一點我是反對的齁 就說你說要備戰不畏戰 這是我們國民黨的態度對不對 我們備戰不畏戰啊 我們的國防預算呢 我們也不會減少 我們也不會減少 其實持平甚至可能增加 但是要用在對的地方 好的地方 我們也知道我們要守護台灣 但是我們應該要心心念念著去想 是和平守護 和平守護 和平的守護 用對話 用交流 來和平的守護 那如果是這樣 那我們不是應該 拍電影應該要拍一些 我們這個對不對 這個陸生來台 這個學習啊 社交啊 我不知道 談一個什麼青春愛情劇也不錯啊 或者是這個兩岸的旅遊啊 美食啊 對不對 或者是這種對話 我們的一些這個這個歷史的討論啊 大家 國外的媒體 就已經在講說 你台灣是世界上 可能最危險的地方 別人都巴不得你要 亂七八糟了 結果我們自己的政府 如果 如果還投入工資源 去做這種啊 什麼 什麼打仗的電影啦 啊 要這個暗示說 有可能發生戰爭的這種電影 老實說我個人不是很贊同 這種電影你可以去拍成 舉光系列 你就在軍中去放 這很好啊 讓軍中的這個同袍 去根據這個劇情來討論很好啊 你如果到時候上到院線 你讓大家口慌 這什麼意思呢 這什麼意思呢 好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Derek 你的說法 我覺得我們要來持續關注 那前面還有一些朋友有說啦 賴清德總統呢 說憲法就是災難 怎麼現在又怕違憲 對 你講的沒錯 很奇怪啊 大家呢 真的要關注好我們的執政黨 就時空旅人啊 我就常常講說他在這個穿梭時空啊 這個一下子說這個這個非核家園啊 一下子又說核能可以考慮啊 一下子又怎麼樣哇 這個完全就是今天這樣說明天可以那樣說啊 所以今天可以說憲法是災難 明天就可以說我們要尊重憲法啊 憲法是我們的唯一大綱 然後呢 選舉的辯論的時候可以說 我很樂意到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結果呢 現在呢 說你這是違憲 這是怎麼樣呢 是不是 所以這個好 我們真的是沒有辦法接受的啦 好啦 那有人說下期要修 下個會期要修財政劃分法 這個很重要喔 讓地方有多一點資源 那有人說大大小小都視線一番 沒錯啊 哇四個機關啊 就是全部給他出動 然後呢 說違法行動的時候就會說公民不服從 然後呢 如果說 有他不要的東西 他就會用憲法來壓迫大家 然後就說你要服從 完全就是 他是做這種什麼 選擇性的真相 選擇性的真實 選擇性的時空 選擇性的時空 真的是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好像呢 他就是我們講說 台灣是AI世界的中心 會不會有一些 這個人呢 以為他就是台灣的中心呢 這太不民主了 太不民主了 如果有人這樣想的話 有人說 努力辛苦是值得的 我們過了55條 福國立民的法案 沒錯 既然這個必方 謝謝你 你有說了 我就稍微提一下 因為這是我們努力的結果啦 國民體育法 提供國手私能 或身障的醫療照顧 那我個人也在教文委員會 持續的推動 希望有更多的年輕選手 或者新種類的運動 像比如說電競啊 等等的也可以受補助 再來還有新住民基本法 我們也通過了 這個很奇怪啊 民進黨要講說叫什麼 權益保障法 欸 奇怪耶 你這個其他的東西都是基本法 你為什麼特別就新住民 你要換一個名字呢 還好我們後來就堅持 我們就後來用新住民基本法通過啦 還有萬年NCC委員 我們也把他 Cut掉啦 這個NCC組織法 說NCC委員 現連任一次 立願刪讀修正組織法 所以呢 我們刪除嚴任的規定 現在 現在 這很重要 要講給大家聽 民進黨 我們的執政黨 又開始造謠啦 他說呢 新出來的iPhone 16 我們可能買不到 就是因為修了這個法 搞什麼 NCC是什麼啊 傳播委員會 你是要決定 很重要的 很High End的事件 來審iPhone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賣 搞清楚 那個是裡面的其他人 可以做的事 跟你這個什麼委員 委員會 你難道真的是什麼 你你你這個電檢 這個我說的是這種產品的檢核 難道是真的是我們NCC委員要開會 然後在這邊驗電直播嗎 當然不是啊 不要亂講 不要聽民進黨的這些委員在亂講 這個絕對是可以有方法 在委員人數不足的時候 還是可以讓這些電子的設備通過的 他如果說iPhone不通過 好那我們就看他所有的電子產品 要新進台灣的東西 全部都不通過 他要搞這個鎖國 我們就眼睛就看著他 不要拿我們果粉 的愛來 來在那邊撕裂台灣 不要用這種做法 太下流了 太下流了 大家等著看 大家等著看 不要拿我們果粉的iPhone 來威脅我們 那當然安卓的各位 你們 我們 我也很喜歡安卓啦 不要被他們這樣子 勤勒 挾持 不要讓他們這樣子 我們NCC 不要拿這種東西來威脅我們 而且最近還傳出消息 Google新手機的走漏洩漏 竟然是台灣的NCC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再來趕快講完 我們這個優質法案 優質法案 刑法修正案也通過 去保護兒少 不要加重虐童的行責 勞基法修正三圖通過 勞工年滿65歲退休 可以由勞雙方協商 不要這個有這種 這個年齡歧視 在元宇宙的世界裡 大家都18歲 在AI的面前 人人都是青少年 都是學生 好不好 不要有年齡歧視 所以呢 讓我們的勞工 年滿65歲 可以公平的 可以平和的 來勞固雙方進行協商 再來還有什麼 健保點值的部分呢 哇 我們經歷了 非常非常用心的爭取 國民黨的 未還的委員 以及其他所有的委員 堅持不懈 最後 總算 算是逼得 我們的執政黨 簽字了 一點 等於0.95元 這個 雖然距離 這個賴總統 總統他自己的承諾 他自己也是一屆的 他說 一點要一元 甚至一點一元 都已經打折了啦 都已經打折 但是我們就念在 沈柏陽昨天晚上開直播 沈柏陽委員 昨天晚上開直播 說我們賴總統 才上任兩個月 不要逼他 好 我就看在你的直播上 我就說 好啊 那你就打折嗎 有啊 有打折啊 95折啊 1點 等於0.95 好不好 這個你不能說 什麼上任兩個月 你民進黨已經執政八年了 好嗎 不要 你看他就是這樣啊 他有時候他就把時間講很長 有時候就把時間講很短 這是什麼 營造事實的真相 是他說的算 這真的是很不OK 好 我們再來講 打炸三法 打炸專法 三讀通過 高額詐欺 最重判刑十二年 一科罰病科罰金 三億台幣 這事情早該做了 搞到現在才做我們國民黨 在立院 佔多數 你看 我們就把他這個萬年不休的東西 把他修過了 對不對 所以誰來 誰來照顧台灣 誰來照顧我們的社會 是誰 就看得很清楚了嗎 就看得很清楚了嗎 我作為阿宅 我進去 不到兩個月 我們就順利推動 當然也要跟大家一起合作 推動 電子簽章法 二十二年來沒有修改過 修法通過啊 三讀通過啊 對不對 我們再來看最後幾個 電業法 修正 修法 讓這個民間代表不能少於二分之一 不能讓他是自己說了算嘛 對不對 證交法也修法完成三讀 上市貴公司有盈餘 應提波為員工加薪 喔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台灣的公司有沒有賺錢 有賺錢 台積電 當然昨天有一點小波折啦 但是呢 之前也破一千 對不對 我們的這個股市 也因應全球對科技的需求旺盛 破兩萬三千點嘛 對不對 老實說啦 我覺得喔 這個公司企業 自己在努力 就有這種成績了 如果政府更積極的幫忙他 還得了一飛沖天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過去對於這種 薪資的分配 員工的照顧 應該要還可以更好 所以呢 我們修改這個呢 就是說你公司有賺錢 你應該是 你獨樂樂不如種樂樂嘛 對不對 不要再造成我們這種貧富不均嘛 每一顆晶片 每一個產品 我們的GDP的每一毛錢 都是全台灣人民 便手知足 這個賣乾 這個滴著淚 沒有啦 滴著汗 做出來的 那就應該甜美的果實 是要眾人共享 對不對 好啦 我們最後再來講幾個 我們這個 這個不要拖大家抬起人太久 再來呢 解除附中旅遊禁令 老實說啦 我覺得 這個很多法案 還有更厲害的在後面啦 什麼巴士兩表啦 我們剛剛講到的才華法啦 等等的 這一次 我們國民黨 玩真的 玩真的 來真的 真的是要 愛台灣 愛我們中華民國 照顧大家 好 不要 拿 我們台灣人民跟社會 來 作為 一己私利 的這種 或者鬥爭的平台 那些政黨 那些人 都知道我們在講他 各位也知道我們在講誰 好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 按讚 分享 支持 我們今天這段影片 希望讓大家更清楚 我們 立法委員這一次 有史以來 最 最 最 聽說啦 因為我是新人 我自己講最辛苦很奇怪 但聽 這個 很多的先進前輩 都是這樣講 從來沒有一屆 是還沒半年就開始在那邊 穿護具啦 在那邊 推擠打架 而且 這麼的激烈 而且呢 我 我一個人就睡了四個晚上 睡在議場前面 雖然不是連續的 但是 哇 那個 還好還好我阿宅啊 熬夜算是我的強項啊 所以 這個 我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大家都很辛苦 然後呢 這個 所以這一次的會期 真的是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支持啊 剛剛有非常多人給我們鼓勵啦 剛剛給我們很多鼓勵 我們看看我們有沒有漏掉的 好啦 接下來啦 這個 我們的這個 巴黎奧運要開始了 所以請大家在內心 請大家在內心 替我們的中華英雄加油 然後替我們的各個部會 加油啦 我們 We are watching you 好不好 就是這個各個部會 我們已經問了 說選手 這一次去巴黎 有沒有給他做商務艙 他說有 上一次 他們就給我們出包 官員做商務艙 選手沒有商務艙可以做 然後呢 我說有沒有冷氣 他們說有冷氣 所以 因為我在教育文化委員會 體育是我們要關注的 所以 這個 我們給予我們中華小將 一個支持 加油 好啦 那我來念一下大家剛剛的 feedback 不好意思 寶伯太激動 欸跟大家宣布 從今天開始 我們之後 謝謝中廣 謝謝觀點 給我一個機會 給小弟一個機會 接下來每個禮拜四的下午一點鐘 我們就會在這邊直播台跟大家見面 耶 好 所以呢我們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高興 有人說 他前面在討論說這個 哇 哇前面好多人講話 欸不好意思啊 我下次好好的來關注一下 這個 有說這個撒錢就有青鳥 彼此利益交換 確實有一些人會有這種 感覺啦 有人說嘴巴說是憲法 卻用憲法來擋修憲 精神分裂 確實啊 他們現在 他們現在有點多重宇宙的感覺 那有人說這個 很多人說啦 選錯人台灣可能會更慘 有人說新北人你好 我是新北人 沒錯 請問理科太太節目結束嗎 我相信他們有可能還會用某種形式繼續 那委員太斯文 民進黨不會甩我們 不要這樣子 我們 這個我們會試審時度試 我們也會改變的喔 青鳥就是在被給飼料吃啦 有人說寶博士會參與選舉嗎 我現在呢真的是距離選舉太遙遠了 太遙遠了 我還在這個跟非常多的先進前輩學習啦 選舉太遙遠了 這個有人說新北人五安 沒錯 這個民調太亂了 有人說NCC委員要槓掉 深信哇太多了 哇太多了 謝謝大家 有人說用蘋果等換iPhone16 有人說這個這個目前iPhone13 然後這個這次不買iPhone也行啦 也對啦 你如果讓我iPhone16沒得買 我就換安卓啦 有人說謝謝KMT這次很用心 這個有人講說點面線 那個唐公公他現在在美國啦 有人說這個表哥工作30年薪水沒什麼調 對我覺得這個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有啦有調一兩次 但我覺得還是不夠 我覺得還是不夠 有人說非常欣賞寶博士 謝謝 麻煩按讚訂閱分享出去 這個革命辛苦 但KMT是這一次真的很不一樣啦 沒錯 726號奧運 這次選手是用中華台北嗎 不管是什麼 從台灣出去的 我們都支持他 這次奧運希望可以奪家機 這屆立委尤其KMT有好成績 確實我們端出了非常漂亮的成績單 55條福國立民的法案 跟條條案的這個修正 中華隊加油乾淨何能 這個對對對 寶博談你要說的也很好 謝謝 終於有固定直播時間啦 好啦謝謝大家啦 今天這個我是第一次 算是不是代班 來這邊跟大家交流 時間抓的不太好 本來要留一點談心時間 談心時間 那可惜啦齁 這個下次下個禮拜四 下午一點鐘 拜託大家準時上線好不好 我們在新立院新觀點 來跟大家繼續閒聊 繼續直播 有機會的話 拜託一定要上來喔 好那我們就下個禮拜見囉 好不好 感謝大家 謝謝 拜拜